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是俄军入侵乌克兰的一小时22分钟加666天 今天干掉俄军890人,坦克16辆 装甲车23辆,火炮16门,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卡车29辆 无人机17架,特种设备3套,巷洋导弹1枚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证实 俄罗斯联邦正在失去整个军事单位 包括精锐的散民部队,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合同兵 俄罗斯虽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投入大量的资金 且被许多国家吹上天了,87%已被摧毁了 俄罗斯正惊慌失措地将其黑海舰队的残部撤至新罗西斯克海湾 并且已经对全面控制黑海海域保持沉默 俄罗斯正在各地歇斯底里地寻找炮弹和弹药 并且已经严重地依赖朝鲜这个国家,帮助完成弹药的波及 俄罗斯在其永久监狱中无休止地招募新兵 将越来越多的囚犯送去参战 俄罗斯没有向任何地方推进 尸体和装甲车烧毁的残骸堆积如山 然而我们却在某些媒体上看到一些神话般的故事 成乌克兰的攻势并未取得应有的成功 基于经典的两小时好莱坞大片 要求我们应该开始与一个自己都处于震惊状态的凶手进行谈判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打击他们自己的政客和选民的积极性吗 让俄罗斯希望这一次也能逃脱正义的惩罚吗 还是为了避免谈论俄罗斯人引人注目的成功 实则是重大失败 从而延长关于是否需要增加军事生产 和对乌坎援助的无谓的辩论 这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标准 来对双方目前的前线战况进行对比 开始公平的描述战场上发生的所有事件 例如俄罗斯警卫师在哪里消失了 俄罗斯最为关键的战地将军特布林斯基 扎瓦茨基和其他十几个人都去了哪里了 由于前线的失利已经被撤职查办 如此等等充分说明了俄罗斯的所谓的精锐早已损失殆尽 尽管战争的客观情况不断变化 尽管还会有重重的困难 但乌坎仍然与军国主义的俄罗斯联邦 有效的对抗了近两年 作者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坎那一刻起 眼睛也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个战场 并及时的进行了跟进报道 且每天的战况战果报道 都是有图有真相有视频 波多利亚克的发言不但是实事求是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乌坎仍真真切切的把世界第二打残了 87%的正规军被摧毁是个什么概念 仅原来在红场走的那帮所谓的精锐 正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更不要说原来开战前被吹上天的装备了 原来那些什么T80T90坦克90%也已经报废 目前新补中上来的九萌子 显然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 到乌坎然实则就是来送死的 难道玻尿酸的所谓精英真的眼睛瞎了 看不到这一点吗 接下来真不知道玻尿酸将如何收场 真搞不清啊 西方个别人的所谓的乌坎然的反攻失败结论 是如何得出的 但该来的早晚会来 该报的迟早要报 这不 据德国之报道啊 首位俄罗斯高级军官同意在海牙作争 前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上校 后任瓦拉纳PMC高级教官 雷杜特PMC指挥官之一 萨里科夫上校称 他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军队犯下的罪行 特别是在东巴斯的假旗行动 针对平民的暴行 对战俘的酷刑和处决 绑架跨越边境运往白勒斯的儿童 萨里科夫表示 他于2022年6月与家人一起离开俄罗斯 现在他从开普顿飞往荷兰 打算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 有正义的俄罗斯人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这也是俄罗斯一个好传统 挺俄就应该挺这样的人 我们再看俄乌新闻动态 19日晚上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举行年终记者会 他表示相信美国不会背叛我们 一切承诺都会完成 以下韦泽林斯基大型新闻发布会要点 今年冬天 几个新的爱国者和地空导弹系统将保卫乌克兰 武装部队总参部已要求乌克兰政府允许再动员45万至50万人 目前尚未做出决定 乌克兰不控制天空没有足够的弹药 影响了2023年南方的行动 俄罗斯海军不再主宰黑海 俄罗斯不再告诉我们出口什么 俄罗斯2023年在战场上没有任何的成果 没有实现任何的目标 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或者是否会在2024年结束 鲍里斯波尔机场的启用将是乌克兰的重大胜利 鲍里斯波尔就像黑海一样 鲍里斯波尔的开放将是乌克兰防控的重大胜利 这将表明乌克兰正在获胜 今天一架波音777应天际快线的要求 从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起飞 意大利政府批准一项法律 将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车辆和军事物资延长一年 俄乌战况在过去的24小时 玻尿酸的侵略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在整个接触线上 共发生了87次规模以上的战斗 九萌子仅在阿弗迪夫卡方向 就发动了26次人肉冲锋 890名九萌子成了异乡的鬼魂 战场总体情况 武军夏季攻势150天 解放了451平方公里 玻尿酸冬季攻势80天 侵占20.5平方公里 到目前为止 玻尿酸还没有侵占一个完整的村或镇 更不要说人员及装备的损失了 有博主说 玻尿酸冬季攻势取得了部分成功 我真不知道这些博主是出于什么原因 立足点又基于哪里 九萌子在库布扬斯克 辛吉夫卡伊北的利曼佩尔什森林 有小幅人肉堆进 巴布特北伊前线暂时稳定 在0506公路处 南伊九萌子在伊万诺夫斯克方向 有小幅人肉堆进 阿弗迪夫卡伊北没有变化 九萌子的所有人肉冲锋 均被乌坎武装部队奏退了 且损失惨重 阿弗迪夫卡伊南的工业区 因为控制区狭窄 九萌子的持续人肉冲锋 必须要穿越工业区 人肉将暴露在乌坎的FPV和火炮的攻击下 所以所有的人肉冲锋 只能是有来无回 马林卡方向没有变化 乌军第46旅发动了几次反击 目前激烈的战斗继续在定居点北部 罗瓦那街道沿途建筑进行 再看哈里冲突 不审不知道 一审吓一跳 原来加沙的卡迈勒埃德万医院院长 就是哈马斯恐怖分子 以色列新贝特调查显示 加沙地带北部 贾巴利亚的卡迈勒埃德万医院院长 埃哈迈德卡洛特承认哈马斯 已将医院变成哈马斯控制下的军营 卡洛特承我于2010年被招募到哈马斯 被授予中校军衔 医院里的员工全都是卡萨姆旅的军事人员 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那么紧张 左一个停火 右一个停火决议 在联合国议会上表决 连第99条都用上了 但还是阻挡不了以色列的侵哈行动 后续将会有更多的真相被披露 哈马斯真是无孔不入 骇人不浅 目前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追踪哈马斯 头目 新王尔 以色列国防军不止一次的在他逃跑后 不久 发现他的藏身之处 找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哈以冲突战场情况 从11月2日 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加沙的地面侵哈行动 已经48点了 上周由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以色列国防军的侵哈速度 在几个方向放缓或暂停 加沙地带北部 侵哈行动仍在继续 以色列国防军称 以军已经控制了贾伯利亚 消灭了1000名恐怖分子 另有500名恐怖分子被捕 其中 有参与屠杀的70名诺赫巴凶手 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市 市区的侵哈行动 已经接近尾声 今天 以色列政权发言人宣布 以色列国防军在汉尤尼斯前线 增派了一个旅 此外 以色列国防部长还谈到了 在加沙地带南部 扩大军事行动的问题 因此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将目睹加沙地带南部 特别是汉尤尼斯市附近的侵哈利都 将大幅增加 目前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追踪 哈马斯头目 西瓦尔 其以色列国防军不止一次 在他逃跑后不久 发现他的藏身之处 找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斯林斯基说 战争的战略目标 不会改变 1991年的边界内 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永远不会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 加入北约 而另一部分 被俄罗斯的控制的局面 所有资料